一山藏藏中海寒荒 不曉草变为了宗洋 在水墓清华荷花池东北角的土山上 沿着石阶攀岩而尽 可以见到松竹演映下的一座六角亭 这就是文亭 纪念著名诗人 学者 杰出的民主战士文一多先生 建校之初 这里原是一座中亭 里面悬挂着一口直径四尺的明代古钟 终生清脆 生传海淀 1912年 13岁的恶极少年 考入北京清华刘美玉备学校 从此 他每天都在终生的悠悠叮嘱中 上下课堂 潜心读书 可与新版清华美兽社 文学社 时常作诗编报 十年光阴 文一多 学业斐然 涉猎甚广 还组本校公夜宿 为附近村民提供着最朴实的帮助 在此期间 他响应李大钊等人的感召 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活跃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 文一多连夜书写岳飞满江红 贴于饭厅门前 他发表演述 创作新诗 成为新文艺的拓荒者之一 1921年 北京发生六三残案 文一多等二十九名同学 参加罢课抗议 并不惜为此受罚留级 第二年才得以出洋继续学业 七七事变后 学校难迁 清华园惨遭日寇破坏 中庭也不幸被毁 这时 已是新乐派代表诗人 和西南连大教授的文一多 感痛时局 抛弃幻想 积极投身于抗日旧亡 和争民主 反独裁的斗争之中 1946年7月15日 在李公浦追到大会上 文一多拍案而起 发表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当天下午 他惨遭特务暗杀 年仅46岁 一年后 在同班校友攀光淡的倡议下 同级同学集资重建中庭 并命名为文庭 庭室由梁思成设计 攀光淡提血偏额 庭内谷中从他处移来 1986年10月 学校又在庭下修建了文一多雕像 苍松翠百坚 先生仍旧身着长衫 手握烟斗 用亲切刚毅的眼神注视着来往的诗声 偶尔远处的中民 依然穿透时空的长海 仿佛从来都不曾忘记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 爱他的祖国 爱他的人民